哈囉各位玩家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蘇沛 我是主持人寶兒 蜘蛛人的電影你們看過了嗎? 那不只是蜘蛛人喔 在剛結束的國際漫畫展中 Marvel 可是公布了雷神鎖爾 諸神黃昏的其他電影資訊 那看完預告後 是不是也想當當超級英雄呢? 沒有關係 因為Marvel 還公布了 Marvel vs Capcom 的最新消息 讓我們趕快一起來看一看吧 格鬥遊戲中跨界合作的經典 Marvel vs Capcom 系列 最新作即將在9月21日銷唷 這一次的Marvel vs Capcom Inferno 在先前的預告中 就揭露了不少角色 包含美國隊長 川莉 傑羅 洛克人X 與火箭浣熊等大家熟悉的角色 或許是配合著日前在聖地雅各 舉辦的國際漫畫展 又釋出了更多遊戲畫面 除了先前已經確定參戰的薩諾斯 與葛摩拉之外 惡靈古堡3的追擊者 街頭快打的哈格 死亡復蘇的法蘭克 還有最近在電影中重開機的蜘蛛人 此作也新增了無限寶石系統 每一種寶石也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可選擇 屆時一定會有更多元的操作方式 與精彩表現 玩家們盡情期待囉 最新開機的探索 玩家 玩家